在明镇处长张晏翔 姐妹室促进会理事长 陈士兵的陪同下 市长谢姑娘开心的与姐妹室 宫古岛室观光商工客长 川平敏光等贵宾握手打招呼 基隆市与日本冲绳县 宫古岛室缔结姐妹室 已有16年的时间 双方互访交流频繁 也期盼未来生化体育等面向的交流 今天非常开心 欢迎宫古岛的代表团来访 参加我们的中元季的活动 那很可惜他们的市长 因为台风他们必须要坐镇 所以由他们的宫山宫光的客长 以及代表团还有议员 共同来访 我们非常欢迎宫古岛的朋友们 再次来访基隆 我们从两个月前 按的帆船赛到 两室的姐妹室的友谊 一直都非常的感谢 他们对于基隆的各项 这个文化宫光交流的贡献 未来希望继续能跟宫古岛学习 市长谢国良 与宫古岛市观光商工客长 川平敏光互赠班首例 虽然宫古岛市长座 席位一姓 应坐镇方台无法到访 但仍期待基隆市 与宫古岛市能彼此交流学习 实现粮食的共同发展繁荣 记者黄日生 陈淑品 李亮节 基隆报道